这个,台湾人一定喜欢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日本人的客人 今天,这里有拉面的碗 然后,这里有圆火旋的鸡油 还有,也是圆火旋的鸡汤 耶!这里有两种鸡汤给拉面的碗 今天做的是酱油拉面哦 做法很简单,只有酱油,鸡汤,鸡油就可以做的 还有,我身边做,用鸡油做个葱油 拉面的味道也更豐富,更疯狂,更疯狂的味道 很好吃,你也可以改变 那我今天开始做的哦 好,那我首先开始做葱油 那我用的油是这个 里面有鸡油跟天然海盐 诶诶,这样已经感觉很好吃的 首先,放 两大匙 嗯,一大匙也可以 还是两大匙好了 因为酱油是,这个做好后 除了拉面以外 还可以用在炒饭啊,或是炒菜的时候也很适合用 要做的话,先多吃一点好了 然后开小火,然后让它融化 这个感觉已经很好吃了 哦,鸡的味道很香 然后放个蒜头,两颗 切片的蒜头 然后葱花,葱花是三大匙 然后慢慢加入 鸡肉的油里面香 进去 蒜头跟青葱的味道 这样很香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青葱蒜头的话 这个虾子的可以 很好吃 虾油,很推荐 我之前在拉面店上班的时候 我很喜欢自己开发菜单里面没有的食物 有时候我做咖喱 做咖喱的时候,拉面店都是咖喱的味道 但是非常好吃 有人来了 葡萄来了 葡萄来了 用葡萄做香油的话 还是叫做葡萄油吗 哦,非常香 哦,好香哦 这个台湾人一定喜欢的味道 看过两个产品都有食品图添加三星辨证 因为台湾只有他们用葡萄解锁 哦,厉害 所以 就是 他们用的鸡分级很好 哦 所以很安全的 这个很好 因为我们的频道是很安全 嗯,差不多了 大概这样就好了 哇 非常 香 那我要 准备 高汤 然后这个鸡蛋是 有通过食品 五天价 三星验证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吃 而且这个里面的成分也 很简单 水 还有 前选 老木鸡 哦 老木鸡 清选 清选 老木鸡 就是 所以这个 差不多 好 那我要开始吃高汤 哇 这个高汤 感觉已经很好 哦 这样看起来很爱油 然后刚刚的一包是50克 哦 鸡蛋好香哦 轰一口看看 哦 很Pure的鸡 的味道 还不知道 大人的 黑心 的感觉 的 鸡的味道 因为大家大人以后 心 会 黑黑的 你看 真的那么黑 但是这个 高汤 没有这种黑黑的地方 很Pure的味道 所以这里有 黑黑的酱油 我想要让它 长大一点 放进去 先放两大匙 嗯 两大匙刚刚好 然后我还要加一大匙的 嗯 米酒 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米酒不要放也可以 但是你家里 只有 只有酒杯的话 多放一点 好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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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 最后做 拉面的部分哦 先要 放 湯 好 已经 超级在有拉面 所以 拉面碗的蟹是 湯的蟹吗 然后 放个 拉面的面 哎哟 刚刚的油 油的油 哎哟 天中 切成细细的 然后 旁边放个 湯心蛋 OK 开店 嘿 看起来很好吃耶 好 那我要试吃 拉面店 开店 耶 做好了 很香很香的拉面 很pure的拉面 那我要 吃一口 嗯 加这个油 非常好 很香耶 那我要吃一口 嗯 嗯 好吃 很pure的味道 有有 很干净的味道 嗯 嗯 鸡的味道好香喔 对啊 鸡的味道好香 鸡跟葱的味道 加起来 很搭 鼻泡面好吃 哈哈哈 真的 嗯嗯嗯 不錯不錯 很好吃 看 是不是很轻 嗯 讚 讚 好 那如果 买到 圆火轩的 鸡油 跟鸡膏蛋的话 你也可以做看看 这道菜喔 比我们家附近的 拉面店好吃 而且很安全 日本唯一 安全的 酱油拉面 台湾唯一啦 那今天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好